我罚你 我很伤心的 你们懂吗 你们真的觉得我罚你 我很嗨 我开香槟 信他 信他来了 只要自己 我只是等这一句话 他信你 上 他们一定给我罚他们 他这样走 他往上走 就是这样子 一直顶住就可以了 你没有伸手 他就没有犯规 这个地方你是给 但是不能顶直线 我只看防护 我不要防护做错 防好一点 尤其是被过了一下 幸福有什么好吗 麻烦你们 我知道那天是发行出来是过不了 不要在这边给我演 不要给我演 我会揍你们的 你们不是知道我会揍人吗 再给我看你们防护好 我们去外面 去外面 打球场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地方 你们的地方是在那个草场 草场 草场 二百 二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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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两百点二分了 从球员到教练这个转变 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因为当球员比较简单 就是球员的时候场上打球是自己都可以控制的 就是自己要喊什么战术怎么去打 但当教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球员 有的球员他不是不受控制的 其实当一个教练好像很简单 以前我当球员的时候都这样 这个改变你会要想的东西非常 一就是场上的东西 突发事件 裁判 球员受伤 换人 暂停 临时的东西太多了 不像 我当球员的时候就是管好我自己 把球传到哪里去 打什么战术 怎么去处理 阀难什么都导致最好的发挥就是 当教练是 我要考虑所有人的发挥 所有人哪一个人在状态 哪一个人不在状态 有时候他要休息要调整 很多东西要做 而且现在我进来大学当教练 是第一次的 之前我在国立当教练的时候 我有助理教练 就是那个助理教练 我还要助理教练 就是要很多教练去 去帮忙 现在第一就是刚来 我来这个球校 而且这个球校是以前是我们的队手 主要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 我从球员做教练是做了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因为我打球的时候 我得过冠决当球 但是我现在目标就是 我当教练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跟打球一样 这么简单的拿冠决 这不是这么容易 刚开始在这边待了一年 因为来这边 他说不用我私讯 就是直接就是说 直接欠合同 拿合同给我 但是我跟他说 其实他们好像不知道我的国际的问题 后面我就跟他们讲 那个时候也没有亚洲外言 这个问题弄得我很难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想挑战很高的平台 最大的差距应该是身体 如果我们说在CUBA找前锋来说 CUBA的前锋身高非常优秀的很少 就是身体上有区别 现在的新时代 不是很多人追求叫打CUBA 很多人可能他就选择太多的节目了 比如说我打球 我可以去外面也可以挣到一样的钱 他们会选择做宣传拍广告什么的 所以很多球员不一定是选择要走篮球的路 所以你觉得就是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会不会影响球员的一种上进心 会 会 就他们在训练中不需要投入太多 反正我毕业以后可以去公司打球 可以去打野球 对的 但是这种优惠越来越大 因为篮球的联赛是非常多的 不是说有企业的比赛 有广东的联赛 在山西省也有联赛 武汉哪里都有比赛 在他们全国都自己各自办联赛 是因为有很多的投资者都愿意做比赛 来吸引更多的人来 所以球员会选择大学之后 不用去CBA这个平台 也会去选这种企业的比赛 或者是别的比赛 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大学生在这个CBA的平台去打球 你会不会有感觉我们训练太安定了 是的 因为他们原本就不讲话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就是要他们互相交流 只有我不喜欢你 我才不喜欢跟你交流 基本上你看我停下来 骂他们讲他们 我都跟他们讲 其实问题不是在我们篮球打的好不好 都是优秀的孩子 但是他们还接受不了我跟你走得更近 你可以看出来 有的人他分组的时候 我是故意的 我有的时候不分他们在一起 所有都改成你最讨厌谁 我就让你跟他在一起 你最不喜欢的CBA就跟你交流 而且这样子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我讨厌你 为什么我们会不吃的话 但是你可能接触了之后 你可能是听旁边的人讲他不喜欢你 自己接触了之后可能喜欢你 我现在是要把这个队伍弄得很团结 这个是我的目标 会支持 会支持 因为我是不反对他们找到更好的路 就是发展方向 我可以选择 以我的习惯就是 你可以当明星 但是你不要放弃篮球 因为你可以当明星是因为篮球 但是你要知道 你别忘记 你当明星是因为篮球